我们上一次的节目 谈过PRM的主题观 这一次的是关于宝传的主题观 然后我们后来说到很多提问 特别是我们台湾的厂商 厂商问这个主题观是什么 对于他们的好处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节目来谈 欢迎我们PRM的SUNNY 来谈这个主题观 对于我们厂商的好处是什么 各位观众好 欢迎来PRM的频道 我是古瑞苏 SUNNY你好 Hi Hello 瑞苏你好 从我们厂商的想法来说 为什么要参加PRM的主题观 PRM主题观跟厂商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PRM主题观的 它就是有点类似像是线上展览的方式 不过呢其实它有一些比较透明的方式 那其实我可以分三个大的重点去跟大家讲 那其实第一个呢是我们会专精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上面 像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专精在包装的领域上面 那我们为什么会去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现在的资讯量很大 那就与买主而言 他们会希望更快速的收集到这一些的资讯 那我了解是这样 因为你说这一次是包装的主题 然后我们未来应该会有其他的Focus的主题观吗 当然我们未来也会有 然后其实包装这个主题观是我们第二次执行就是这个主题观了 第一次我们是在今年的China Plus上面去做主题观的 那我们未来的话其实也会以就是可能偏向应用层面的方式 像是我们可以去推广3C家电啦 或者是最近买夯的汽车或是音疗领域 然后或者是甚至说特定的产业 像是回收机然后中空机等等的然后去做推广 比如说我是台湾的产生 那这一次我是关于包装的那个一个产生 那么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漂亮的主题观呢 其实可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OK那为什么要来参加 那是因为说我们这一次的话 除了刚刚提到的限定产业之外 我们其实在针对这个包装主题观 我们会有一个算是保证流量 我们预期在我们展览的这个两个月的期间内 我们预期会达到希望达到五万的浏览量 那这一个数字的话其实在B2B产业之内 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的 那你说五万的浏览量 这个是两个月内可以真的说得到吗 对我们是就是会在两个月之内去达到这个目标 那当然我们当然自己希望说 好我们透过就是更多的曝光形式 然后再缩短一点希望或许在一个月之内 我们就可以就是达到就是五万的流量 然后所以让大家在展览这个期间内 收到不只是这五万的效益是更多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线上的展览 那比如说有一个platform一个频道 然后常常把它的资料 比如说这些的街上或是照片 那个上传这些那个频道 那我们比起来我们看着这个漂亮的主题观 我们差别在哪里我们还有除了这个五万的浏览量 我们还有什么重点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重点是我们特别着重在就是影音行销这个方式 因为大家现在的大家其实喜欢看影片 然后胜过于看图片或者是看这么多的文字 那所以的话其实我们这一次会focus在影音行销 所以的话我们其实像是我们要推广机台影片啦 或者是说甚至是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在执行一些采访的行销方式 那其实我们会习惯透过这种影片的方式 然后来去结合我们的线上主题观 然后让买主达到更好的效益 因为我也是那个PRM的media channel的负责人嘛 所以我们也有那个这些特别是行销影片的服务 那这样的话我理解比较是我们有那个好几个不同的服务 但是这一次主题观比较是focus的 所以我们不同的服务那个放在一起 比较是那个integrated marketing的方法来曝光我们的产生 是这样子吗 确实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它搭配了同时搭配了 平安原本既有的不同的产品 包含了像是刚刚瑞苏宁提到的就是media channel这边的曝光 或者是说搭配我们原本的展览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eNews跟Facebook等等各个不同的通路 然后集结而成的主题观 我们关于主题观未来的主题我们如何确定呢 其实关于未来展主题观的其他的主题的话 其实我们会用两个层面去做发想 第一个呢是买主这边的 我们会知道说收集买主近期对于哪一个产业或是哪一个方面的东西是比较高度有需求的 我们就会挑出来就是这些比较高度有需求的内容 那或者是说我们也从供应商这边就是我们的厂商 因为我们的厂商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资讯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买家跟厂商这两个方式 然后去收集而来的资讯 然后集结成为变成我们未来就是展主题观的一些主题 听起来真的不错 我们还是主意两个部分 一个是厂商的要求 还有那个也看行业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其实这一次的包装主题观预计会在今年度的9月到10月这个期间去举行的 那个快要到了 是的 没错 那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 如果要看到更多资料还有朋友主题观的链接 请查看影片的下方内容 在线上主题观见哦 拜拜 拜拜